在我升级了万兆Mac mini MR Pro 并更换了2.5G光猫 JCL25软路由和交换机以后 五万电信两千兆的宽带是可以跑满了 不过家里的内网还有最后一个瓶颈 就是群晖NAS 今天才有空把它折腾一下 也更新到了2.5G网络 嗨大家好 我是小宝 2.5G网卡仍然是目前群晖最适合的网络提升方案 但群晖官方并没有提供2.5G网卡驱动 今天就花点时间把它搞定 顺畅的用上2.5G的内网 当然你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个2.5G的USB网卡 我用的是这个绿连的 当然还有一款三折的也可以 都是8156的芯片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芯片规格 不然会使用不了 OK进入群晖后台 来到套件中心 你们一定看得过其他的教程 让你在网上找8156的驱动再上传到这里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社群的套件 就是这个矿神的社区 在这里强烈推荐所有群晖用户都安装这个第三方元 确实非常的方便 有很多很多好用的套件 直接安装使用就可以了 比如我今天要用到的这个8156网卡驱动 安装好了以后呢 它会提示有问题 需要修复 OK这个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NAS的入权限来解决它 先去控制面板中进入中端机和SNMP开启SSH功能 然后在电脑中使用SSH工具 Windows PC和Mac都有很多好用的SSH工具 比如大家最常用的Party连接群晖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个也可以 我比较懒啊 直接使用的是Mac电脑内的终端这个工具 输入SSH 控格 -P 再控格 端口号 22 就是刚才在群晖开启SSH功能的端口 再控格群晖的用户名 at 群晖的IP地址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输入群晖的登录密码 成功连接到你的群晖了 再输入网卡套件这里给的修复命令 大家输入的时候注意空格 完成后没有什么提示 我们再去到控制面板 来到网络 就可以看到有新的网卡了 OK 在设置好IP以后就可以愉快的玩耍 这里也可以看到输入率已经是2500 既然是内网速度 当然最后还是要来测一下效果 今天也不用搭建SpeedTest了 直接在套件中安装Homebox 这个内网测出工具 点击Start OK 今天的简单教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刚好在考虑升级群晖网络 强烈推荐试试前面的方法 简单快速有效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